眼前这只小鸟正在拼命的逃窜 紧紧尾随在它身后的 是一只名叫军舰鸟的海边强盗 那么军舰鸟为何要追击小鸟呢 让咱们接着往下看 就在刚刚 勤劳的鸟爸爸告别了老婆孩子独自外出捕鱼 然而他却万万没想到 自己在刚刚飞出家门的路途中 会遭遇到军舰鸟的困扰 此时的三只军舰鸟还在高空搜索着目标 反在而归的鸟爸爸们 瞬间就遭遇了军舰鸟的围追堵截 飞行速度赶不上军舰鸟的鸟爸爸 只能依靠在空中施展蛇形走位 试图摆脱军舰鸟的追击 但灵活的军舰鸟死死尾随着鸟爸爸 让他不得不选择了紧急拔高 然而就是这个紧急拔高的举动 减慢了鸟爸爸的速度 转眼他就被军舰鸟给捉进了爪子里 惊恐中鸟爸爸嘴里的鱼就被吐了出来 随后军舰鸟竟然放过了鸟爸爸 向着鱼就冲了过去 原来军舰鸟打劫的目标并不是鸟爸爸 而是鸟爸爸嘴里的海鱼 此时旁边另一只鸟爸爸 遭到了两只军舰鸟的追击 转眼他就被军舰鸟轮流滴溜着 让他乖乖地吐掉海鱼 还没过多久 可怜的鸟爸爸不得不选择了丢鱼保命 而这只刚刚外出就遭遇军舰鸟的鸟爸爸 此时也满载而归 但他也十分不幸地被一只军舰鸟再次给盯上 眼看着军舰鸟马上就要追上鸟爸爸 聪明的鸟爸爸急忙选择贴着海面急速飞行 因为他知道军舰鸟由于害怕羽毛沾水 所以他们并不敢靠近海面 鸟爸爸在海面上的蛇行走位 顺利地摆脱了军舰鸟的追击 幸运地他急匆匆赶回了家里 然后他的宝宝就顺利地吃到了海鱼 请不 quап点赞 适量